在国平这片高手如云的竞技场上 每一位运动员的动向都牵动着球迷的心 近日 王楚清与孙颖莎的动态 无疑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王楚清在紧张的比赛间隙 飞往厄尔多斯参加全景赛的最后一天比赛 而两人又共同登上了《环球人物》杂志的封面 这一系列举动不仅展现了他们的竞技状态 更彰显了他们在国平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巨大影响力 10月19日 对于王楚清而言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这一天 他一早便踏上了前往厄尔多斯的征程 目的地是全景赛的赛场 作为国平的议员猛将 王楚清的每一次出场都备受瞩目 而这一次 他选择在赛事的最后一天加入 无疑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 也是对全景赛的尊重和支持 比赛一开始 好家伙 第一场就遇上马龙这尊大神 马龙的实力那可是有目共睹 可王楚清也不含糊 比赛中 那一个个扣杀 真是精彩绝伦 咱当时心里就揪着 这可怎么赢啊 没想到 王楚清还真就显胜了这一局 赢了之后 他自己还说这是运气好 这也太谦虚了吧 再说说女单这边 孙颖莎那表现也是相当出色 正守快攻厉害得很 半决赛遇上丁宁 那战况也是紧张刺激 丁宁经验丰富 可孙颖莎评级着体力优势 在决胜局逆转取胜 这过程看得人是热血沸腾 这王楚清和孙颖莎 在赛场上那是全力以赴 就说王楚清 赛前做那么多准备 不赢都对不起他的努力 孙颖莎也是 关键时刻能顶住压力 不过要说他们能不能成为 国平未来的领军人物 咱还得好好琢磨琢磨 你看其他国家的选手 进步也挺快的 但咱国平的底蕴在那 王楚清和孙颖莎 要是能一直保持这状态 未来还是很有希望的 这还不算完 王楚清和孙颖莎 居然登上了 《环球人物》杂志的新一期封面 网上那是看法不一 有人说他们前途无量 有人酸溜溜地评论 还有人调侃 咱就觉得能上封面 说明他们影响力大 这是好事 王楚清这一路 那可真是不容易 凌晨赶飞机 赛前拼命研究 赛场上还得应对马龙 这样的强敌 但他就是有骨子不服输的进而 孙颖莎也是 一边要应对比赛的压力 一边还得平衡商业活动和训练 能有这样的成绩 那可真是太绝了 对于厄尔多斯的观众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能够在现场亲眼目睹 王楚清的风采 感受他比赛时的激情和专注 无疑是一种享受 而王楚清的到来 也为全景赛的最后一天 增添了几分看点和悬念 就在王楚清飞往厄尔多斯的同时 另一则消息也在国评圈内 引起了轰动 那就是王楚清与孙颖莎 共同登上了《环球人物》杂志的封面 这一消息一出 立刻引起了球迷们的热烈讨论和关注 《环球人物》杂志作为 国内知名的权威媒体 其封面人物的选择一直备受瞩目 能够登上这本杂志的封面 不仅是对个人成就的一种肯定 更是对其影响力和社会贡献的一种认可 王楚清和孙颖莎作为国评的新生代代表 能够共同登上封面 无疑是对他们在赛场上优异表现 和场下积极形象的一种肯定 从杂志封面的设计来看 王楚清和孙颖莎身着国家队对服 面带微笑 眼神中透露出自信和坚定 他们的形象不仅代表了国评的精神风貌 更赚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这样的封面设计无疑让球迷们感到振奋和自豪 王楚清和孙颖莎作为国评的新生代代表 近年来在赛场上屡创佳绩 成为了国评的中坚力量 他们的每一次出场都备受球迷们的期待和关注 而他们的表现也从未让球迷们失望 王楚清以其出色的球技和顽强的拼搏精神 赢得了球迷们的喜爱和尊敬 在赛场上他总是能够迅速进入状态 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无论是单打还是双打 他都能够与队友默契配合 共同为球队争取胜利 而他的这种精神风貌 也让他在国评队内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 孙颖莎同样以其出色的表现赢得了球迷们的喜爱 他以其独特的打法和顽强的斗志 在赛场上屡创佳绩 无论是面对强敌还是逆境 他都能够保持冷静和专注 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而他的这种精神风貌 也让他成为了国评队内的一颗璀璨明星 王楚清和孙颖莎的共同登上《环球人物》杂志封面 不仅是对他们个人成就的一种肯定 更是对国评新生代力量的一种认可和期待 他们的出色表现 无以为国评的未来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 从王楚清的行程来看 他选择在全景赛的最后一天加入 无疑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 这样的选择 不仅展现了他的竞技状态和实力 更彰显了他对全景赛的尊重和支持 而他的这种精神风貌 也让他在国评队内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 同时 从社交软件上流传出的照片来看 王楚清在机场的形象也备受球迷们的关注 他身穿便装 背着背包 面容略显疲惫 但眼神中却透露出坚定和期待 这样的形象 不仅让球迷们感到亲切和温暖 更让他们对王楚清的未来充满了期待和信心 而孙颖莎的近况也备受球迷们的关注 据延安在直播时提及 孙颖莎目前正在北京进行休养 这对于他来说 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能够在紧张的比赛和训练之余 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调整 对于他的未来发展无疑是有益的 而球迷们也希望他能够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调养好自己的身体 为未来的比赛做好充分的准备 王楚清和孙颖莎作为国拼的新生代代表 他们的崛起无疑为国拼的未来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 他们的出色表现 不仅让球迷们看到了国拼的未来和希望 更让国拼队内感受到了新生代力量的强大和潜力 近年来 国拼在赛场上屡创佳绩 成为了世界拼弹的一支禁旅 而这样的成绩 离不开每一位国拼选手的辛勤付出和努力拼搏 王楚清和孙颖莎作为其中的一员 他们的表现无疑为国拼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 国拼的未来也需要更多的新生代力量来支撑和推动 只有不断涌现出新的优秀选手 才能够保持国拼在世界拼弹的领先地位和竞争力 而王楚清和孙颖莎的崛起 无疑为国拼的未来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 综上所述 王楚清飞往厄尔多斯参加全景赛 以及他与孙颖莎共同登上《环球人物》杂志封面的一系列举动 不仅展现了他们的竞技状态和实力 更彰显了他们在国拼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巨大影响力 作为国拼的新生代代表 他们的崛起无疑为国拼的未来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期待王楚清和孙颖莎能够在赛场上继续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为国拼争取更多的荣誉和胜利 同时 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和努力拼搏的精神 为国拼的未来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相信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 国拼的未来一定会更加辉煌和灿烂 此外 我们也期待国拼能够不断涌现出新的优秀选手 为国拼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 只有这样 国拼才能够在世界平台上保持领先地位和竞争力 为中国乒乓球事业的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在世界平台上保持领先地位和竞争力